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 秦神用自己的铁鱼血 创造着中国人的历史 他们用传奇版的密西方式 重新建立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今天的光 将秦神的功绩归功于无有 一本唯利之道 却打开了新的密码 在秦人的崛起中 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无谓的勇士 所有革新都将成为 中华民族前进路上的基石 如果是否贵了 能够的勇士 和你 拥但 现在 没有 的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陕西省西安市 秦始皇地灵博物院 一直是海内外旅游者的焦点 这里出土的秦勇近万简 表情各异 循序如生 其规模雄伟 令人叹为观止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在众多已被考古挖掘的陪葬坑中 有一组陶勇 因为其独特的形象和特点 引起了专家们的高度注意 在博物院K0006号陪葬坑入口 四尊秀手勇攻牵而立 他们身上既没有铠甲也没有战袍 端庄的形态和肃穆的表情 让人们产生无限遐想 这些秀手勇低眉合手 要挂花销竹简的书刀 身背魔力书刀的笔石 恭敬的身形仿佛在随时待命 要在竹简上书写或修改公文 集合秦帝国建立后的政治制度 一些专家们认为 秀手勇有可能代表了秦代 某些文职官员的工作状态和形象 于是又把它们称作文官勇 这些文官勇的发现 让后人第一次窥看到 秦王朝核心政府机构的一角 两千多年来 中国历代王朝 一直沿用了秦人开创的国家管理体系 今天的我们不禁要问 它与传统的分封世袭制有哪些不同 而这些默默不语的文官勇 他们身上又隐藏着秦人怎样的秘密 秦招相王四十五年 即公元前二六二年 十二月的一天 在秦国的南郡 一个男婴孤孤坠地 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做喜 三年后 公元前二五九年 另一个男婴降生在赵国的都城邯郸 他的父亲 赢一人 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正 谁也不会想到 随着这两个年龄相仿的男婴逐渐成长 他们将会以自己的方式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留下自己的名字 或被世人敬仰 或挥棒加深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将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 和故事争论的焦点 因为他们将在情质的发展中 扮演属于自己的重要角色 公元前二十四六年 在咸阳宫的大殿里 一位懵懂少年 加冕为新一代秦王 他就是当年出生在赵国邯郸的嬴政 此时的他年仅十三岁 根据诗集《秦始皇班记》的记载 我们可以得知 这个初登王座的少令先王 此时拥有着战国骑雄中最强大的国家 嬴政之前的积代秦王 经过数十年的铁血征法 他们先后击败了赵贝两国 还占据了楚国的旧都 设置了南郡 中国最早的县域郡 产生于春秋时期的秦楚两国 在战火纷争的局势中 许多有远见的国军 开始尝试封封之外的治国办法 这个军县制是由中国古代 它是由早期的一个分封走向 以近统县的两种地方机构的 这个行政管理制度 而真正把军县制度推行到秦国的全境 则是秦王嬴政 初次即位前一百多年的秦孝公司 他任用商阳变法 才得以实现 公元前361年 景都城岳阳关闭的城门 忽然打开 一对兵马 从城内及时而出 这是秦桥宫的传令兵 背负着刚刚颁布的御令 紧急奔赴秦国的所有属地 这道御令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孝公昭贤令 昭贤令被后人评价为来五百年一郡雄文 文中诸侯悲秦 丑莫大烟的字样 令所有人震惊 如果不知道此文的持笔者 谁又敢相信 这竟然是诸侯会自己国家的评价 这个诸侯悲秦 丑莫大烟的意思 就是说东方诸侯国鄙视秦国 瞧不起秦国 所以这个时期 应该是秦国国力最低谷的时候 所以对这一点 秦孝公感觉到了莫大的耻辱 公元前389年 秦魏河西之战 以永古著称的秦军被魏军彻底击败 黄河一夕的大片国土沦陷 曾经称霸于世的秦人 在此后的二十年中 始终被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下 不仅被东方诸侯国所比喻 甚至还面临着王国的危机 刚刚即位的秦孝公 在内外的交困中 决定破釜沉重 重新寻找一条秦人的生存之路 这篇昭显令 秦孝公将世人传递了 秦变革图强 振人危险的决心 文中不为秦人的话语 更展示了他 敢于面对现实的气魄和凶劲 不过 昭显令并没有得到 天下世子的纷纷响应 直到公元前360年 这封来自秦国国郡的诚意邀请 才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他决定启程奔赴秦国 准备在这个也已贫弱的国家 施展自己的才华 这个人就是魏国宗室后裔魏央 也就是后来文明天下的商鞅 商鞅是战国时期 法家的代表人物 在秦国尽力推行这个李亏的法经 他以法家的法信权的霸道之术 深深地打动了致力于秦国 富国强兵 洗刷赤辱的秦孝公 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 那么商鞅开始变发 公元前348年 一个个大小相义的秦国人 被一个新名字定义为同乡 这就是县制 根据实际商军列传的记载 商鞅下令为所有秦国国民编定户口 五家为五 十家为十 规定居民要登记个人户籍 开始按库按人口征收军府 既而商鞅又废除传统的分封制 在秦国共设立三十一个县 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 每个县设不同的主观左力 执掌各项权力 限制的推行 把全国各地的政权 兵权 裁权 都集中到了秦国中央政府 初步形成了 权力运行通畅的中央集权体制 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体制 商鞅建立这个郡县制 对秦国来说 这是一次彻底的变革 比如说县制资金还在沿用 我们的这个户口制度也在沿用 这些都是商鞅变法户籍制度的 一个历史的遗留 我们看这个里边就是我们馆里 收藏的秦代风泥 这批风泥的出头 提供到大量的秦代观直 记忆里和文字方面的一些资料 风泥是现代图章的鼻祖 历史上中国人使用风泥 都是在官方层面 用来密封往来竹简文件 类似于西方的火器 但比后者要早了至少一千五百年 从这些来自两千多年前的风泥中 我们可以得知 随着县制的推行 秦国开始出现大量的地方惯例 他们成为这个重新崛起的国家 不可或缺的意愿 这枚应有做云梦城字样的印尼 就来自于秦国 攻占出国旧地后 所设立的南郡云梦县 而西 这位未来的秦国小丽就出生在这里 湖北省博物馆 这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国家级文物 其中有一批特殊的文物 1975年 在湖北省云梦县秦代墓葬中出图的 税湖地秦检 为研究秦帝国的政治 法律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史 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其中 编年记忆 以年代为线索 记录了秦国 上起秦昭乡王元年 加至秦始皇三十年 前后第四代秦王 共九十年内 秦国发生的很多事件 编年记的内容 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记录了九十年间 秦国的对外战争 这几乎记载了秦国 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另一类则是穿插在其中的四件 也就是一个名叫 喜德小丽的僧行 记录了喜什么时候出生 什么时候开始当小丽 参加过什么战争等等 根据编年记中对习的记载 习生于公元前二六二年 在他十六岁那年 即公元前二四六年 秦王嬴政元年 遵照秦国的富律 喜正式登记名籍 为秦国赴姚义 而公元前二四四年 喜又被争参军 今天的我们已无法猜夺 当这个年近十八岁的年轻人 穿上铠甲的那一刻 有着怎样的心情 但对于喜来说 这是一次命运的转折 时间将会告诉他 自己将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 按照秦国当时的法令 到了规定的年龄 不是老弱病残都必须参军打仗 听上去是非常残酷 但实际上秦国的成年男子 非常渴望战争 原因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商鞅变法 推出的军功受绝制 一个平民通过战争 而取得军功 就可以由一届平民百姓 变成一个中小地主 按照周代分封制的传统 世系的贵族 从一出生开始就享有特权 阶层的固化 极大的挫伤了中低层官吏 和底层平民的积极性 贵族专政 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基盘 商鞅变法的第一步 就是向臣服的贵族官僚体制开刀 强力推行军功受绝制 退出贵族一出生 就享有绝路和当官的特权 按照商鞅制定的秦法 划分爵位为二十级 从一级攻势到二十级撤后 凡战时能斩的敌人一颗手机 就可以获得竞争爵位一级 给予之相应的天窄 数字也可以做官 斩杀的敌人手机越多 获得的爵位越高 军功绝在原则上 排斥血缘宗法关系 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 所有残战的将力 士族 无论平民还是奴隶 只要立有军功 都在赏功长脑之列 这是一个时代的创举 打开了平民 甚至奴隶的升迁通道 使他们可以放手一搏 而改变人生 在编年纪的技术中 西十年中 一共三次从军参战 整整十年时间 西凭借军功 从平民升职为小力 开始了国家管理者的 幻海生涯 虽然史料上 没有记载西在战斗中 经历过怎样的艰险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是一位勇猛的战士 他用血与火 创造了自己新的人生 战争可以改变自己 和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 我们观察喜的经历 实际上是一个草根逆袭的过程 这个草根逆袭的过程 令人惊讶的是 它跟秦国的崛起 是何等的相似 秦国的崛起 实际上也是一个草根逆袭的过程 据实际记载 秦仁是上古首领专须的后代 以善于羊马重成渔士 西州时 周王为抵御西戎的侵扰 只需品质优良的军马 便将秦仁部落的首领 名飞子 提拔为官吏羊马厂的官员 此时的情人 还是一只弱小的部落 他们始终寻找着 崛起的希望 公元前七七一 犬戎攻破了西州的国都 浩京 周幽王被杀死在离山脚下 西州宣告灭亡 继位后的周平王 决定将都城从战团的浩京 前往洛邑 天子东迁 需要军队保护 此时 抵触西垂的秦部族 挺身而出 在西戎的包围之下 秦仁首领秦湘公 杀开一条迅路 护送周平王 安全到达洛邑 周平王感念秦湘公的功绩 将他分为诸侯 秦国因此诞生 正因为护送有功 才改变了这一个营姓部落的命运 就在这一年 从过去了 为西州王室 羊马赶车的楼里 定身到诸侯国 自立 完成了这一个草根逆袭 1978年 陕西省宝鸡市 出土了一组秦代乐器 青铜伯 根据上面的明文记载判断 这组青铜伯 是秦武宫 祭祀祖先的礼器 因此 它也被命名为 秦公伯 明文中 秦仁用自豪的口吻 回溯了秦湘公被封决授国的往事 从妃子木马到湘公立国 秦仁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努力 完成了政治上的飞跃 但是 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到了战国的末年的时候 各个国家为了发展 都十次改革 因为国家自家互相兼并 而秦仁在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它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它改革是社会发展的 巨大的动力 当然 商阳的变法 为秦国总校赋钱 开辟了一条新路 这是一件晚清时期 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的 青铜方生 是商阳任大梁造时 亲自监制的一批杜梁横器 在商阳看来 以战立国的秦仁 不缺乏进去的决心 更不缺乏牺牲的勇气 欠缺的是规矩 与纪律 杜梁横的统一 是一个标志 商阳想让情人知道 法是行为的准绳和标准 在法的面前 所有人没有任何不同 而自己会将变法推行到底 军功受决制和设立县制 彻底打破了西州以来的 芳芳制和贵族特权 官员的决入不得世袭继承 而是由秦国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官吏的选拔 也是从获得军功爵位的人中挑选 自此千千万万个 如同喜一样的平民 凭借着功勋 成为国家管理者 一个新兴的官僚体系 业以形成 商鞅的眼中 官员是秦法的推行者 这是秦国最重要的基石 他们的一言一行 可能都会影响着 变法的成败 为此 上阳完善了对官吏的监察制度 权力垂直化层层分级 以上级制度进行考核 官吏必须将 每个年度的预算数字 写在政府所规定的 墓制戒券上送到国军处存档 国军则将戒券一剖为二 与臣下分支右券和左券 并凭此执行多查之责 至年终岁末 国军根据核报的上纪 对照年初的借券 亲自计考 根据考核结果 对郡县官员 予以声 降 赏 罚 上纪监督考核制度 让所有官吏保持着敬业与警醒 这让秦国初步形成了权力运行通畅的中央集权体制 而在商鞅看来 独则监管的机制应该渗透在官吏管理的方方面面 战国时代 兼并战争连年不断 武器制造 作为战争机器中的重要一环 都被各国视为赢得胜利的关键 如何保证武器的质量 是秦国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 为此 赏阳创造了一种跨时代的监督方式 物乐公民 出土于陕西的十三年大良造纪 从上面的名文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 这只青铜级的铸造时间和制造者的名字 十三年 即使铸造的时间为秦孝公十三年 大良造 代表的正是商鞅的爵位 说明这件武器是由商鞅监督制造 当时来说秦律是非常科学先进的 它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我们通过制造兵器的流程 就可略见一斑 可以说制造的每个环节 责任到人 责任到人非常的具体 比如 铸造的地点 工匠的姓名 监督生产的官员姓名 甚至连总负责人商鞅的名字也都赫然在上 它把责任落实到人 一旦出了问题 责任可以一追到底 那就是通过法律制度的监督 约束施政行为 促进廉洁政治 独则 属于监察制度体系 其雏形在西州时期就已经产生 公元前七八五年 也就是周宣王四十三年 在周王朝的宫殿里 一场册封典礼即将开始 受风者是西州善氏家族的子孙来 他身着礼服走入中门 立于中庭之上 接受提拔他为官司立人的侧命 善来 身为监察官 你要以身作则 带头遵守各小规章之力 严格依法行政 秉公执法 不要欺辱了那些 无依无靠的百姓 在今天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 每一位来访者都可以看到这尊 名为四十三年来顶的西州文物 这是受风者来 为了纪念整个册封的过程 和天子的训诫而助走 顶的内壁之上 诸客有三百一十六字明文 向后人描述了 这个册封官司立人仪式的过程 官司立人就是西州时期 刑事监察责任的检察官 权力需要制约 监察制度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制度 而四十三年来顶记载的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 关于监察官的最早记载 类似于现在干部上人田的廉政谈话 而这个监察制度 到了战国时期 尤其在秦国 比商阳发挥到了极致 商阳的两次变法 让激弱的秦国开始走向墙上 但他本人却没能看到 秦国震慑天下的那一刻 自从商阳变法以来 他与秦国旧贵族之间的关系 一直剑拔弩张 公元前338年 秦孝公去世 秦惠文王迎刺继位 已经成为住室之地的商阳 最终没能逃过旧贵族的报复 秦惠文王处于私恨 以残酷的方式处决了商阳 不过 商阳创造的新法 却被保留下来 在秦国境内继续推行 史书上称为 商阳虽死 秦法未败 公元前249年 去商阳离世的89年后 一个魏国人来到了秦国 这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改革者 他想将商阳的秦法遍布天下 这就是秦国的丞相 吕布韦 宝基青铜器博物院藏品中 有一件秦代的兵器 八年相当吕布韦哥 令人惊讶的是 这件武器上也铸铸制造地点 独造官员和制作工匠的名字 行至于13年大量造殃及 几乎一模一样 吕布韦的政策 与商阳自法 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虽然商阳被人死了 但是他的法了 一直还在执行 国家的大臣格已变 但国家的政策 没有变 此时的秦国 与商阳时代的秦国 已经完全不同 统一已是天下大事 秦人将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这对秦国来说 是机遇 也是挑战 整个国家 需要一种向心力 合力完成 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业 在这众网所归之时 秦国对自身 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吕布韦作为秦国丞相 非常清楚统一大业 仅仅依靠武力 还远远不够 因为维护国家机器的 高效运转 不仅需要各级官吏 以尽忠职守 还要连结奉工 而这 才是统一天下的最大资本 吕氏春秋 是吕布韦给后人留下的 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吕氏春秋 《中联一篇》中 吕布韦对连提出了新的定义 林大利而不亦其义 可谓连义 他把判断连的标准 定位在毅力之争的范畴 对官员的道德操守 有了新的要求 可以说是 廉政文化的一大发展 商鞅制定的法律制度 是冷明明的 这也是历史上 为什么说商鞅刻薄的 主要原因 但我们可以看到 吕布韦老改变了这一点 把为政清廉衣服 与礼仪刮钩进行对比 看一个人在利益面前的表现 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清廉 这一点比商鞅的理念更先定 影响了也更大 从屡试春秋中我们可以看出 此时的秦国对于官员的考核 不仅是能力 更看重对于职责德行的坚守 以国家的利益为自己操守的准则 而这正是秦国在统一大业上 最为重要的基石 两千多年前的一天 小丽任上的习 在逐箭上一笔一画地 抄写下了当时秦国推行的 为官守则 按唯利之道 必经节正义 慎解兼顾 沈西五思 威秘先察 安静五科 沈道上罚 这篇写有官真的逐箭 因开篇有唯利之道的字样 所以也由此被单独命名 逐箭之中还记录有 对官吏的下述五种行为 要奖赏鼓励的规定 一是忠性敬上 二是清廉物棒 三是举世审当 四是喜为善行 五是恭敬多让 被称为武善 与之相对应的 还有武师 明令禁止官员 不能有过于奢侈的行为 凡有养尊处优 搜刮民财 犯上作乱 见识而跪祸背的官员 都要受到重罚 唯利之道 以及武善武师 相当于秦朝的公务员守则 由此可见 秦中央政府 不但对官员的行为准则 提出了直接的要求 还利用监察制度进行监管 从唯利之道议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 秦对大小官员管理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把为人 是否政治清廉 放在了首要位置 那么在处理事物的时候 要做到没有私心 观察入微 赏罚分明 尽中职守 通过分析习的生平 不难得出结论 无论他是从军参战 还是担任小吏 在其人生轨迹上 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都有着商鞅 一系列变法措施的印记 而习在成为官员后 他对自我的要求 不断反省的唯利之道 却更多地闪现着 吕不韦 关于连和良利的思想 如果说商鞅变法 是彻底改造了旧秦国 是秦国图强的开始 那么吕不韦 就是为秦国 打建了夯实的基础 辅助嬴政 走向了秦国的巅峰 公元前238年 在秦国的雍城 举行了盛大的加冕礼 22岁的秦王嬴政 持佩健 行惯例 正式清政 终于开始亲自掌管 天下七雄中 国力最为强大的国家 与此同时 习仍然在小丽的官职上 勤勤恳恳地工作 但随着时间的逝去 二人都将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见证自己国家的强大 公元前221年 战国时期 东方最后一个诸侯国 齐国悲情做命 一个动乱纷争的年代 终于掩其息过 属于秦帝国的辉煌 正式降临 车同轨 书同文 行同轮 山河归为一统 秦法传布天下 秦帝国中央 实行皇帝制度和三公九卿制 义方实行俊宪制 三公是指丞相 御史大夫和太尉 分别行使不同的权利 丞相为白官之首 负责处理政务 太尉 接住皇帝掌管军物 御史大夫 则负责监察白官 御史大夫的官署 被称为御史府 是中央最高一级的监察机构 下下中城 御史城和监御史 负责各级监察工作 监督和聚合内外一切官吏的 违法失职行为 2000年前的秦朝 监察御史制度的设立 标志着中国古代 官僚政治制度体系中 监察制度的正式确立 那么这种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 对当时我国的廉政制度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建立好有效的防腐败机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情人用自己的进去之心 创造着新的历史 在中国廉政文化时尚 情智拥有重要的地位 它不但建立起 一套完备的行政监督机制 也为廉政文化 开创了时代的先河 一个民族的精神 由此凝聚 英政成皇帝 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 而西亿也因为 坚守着威力之道 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 官员开末 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第三次东巡 在编年纪中 念八年经过安禄 就是对秦始皇 东巡路过安禄县的记载 此时 喜仍在安禄担任治愈烟的工作 如果喜能够作为地方小利 参与赢家 那么他的装束 会不会像K0006号陪葬坑里的 袖手涌一样 公签而立呢 两千年的时光 仿佛只是刹那 消失的是皇朝的荣耀 永存的则是信念的坚守 他们的背后 还有千千万万个他们 一直不曾离开 凌望着今天的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